你先去看 我 還要先去捕捉 你還要去捕捉 你還要去捕捉 慈意的吃著蓮霧 這身長50公分 重約40公斤的亞達伯拉巷龜 有個特別的名字叫做村長 每天的任務就是在園區裡 光大街 孫殘墜 模樣超細菌是目前澎村師弟的 超人氣火招牌 其實我們之前是想說這個環境很棒 就把它帶在這邊 也等於是有點也放 讓它比較不要像說 一般我們要從後把它關起來 那可能有朋友看到說 這隻好特別喔 它都很像孫的喔 那就是說 你們剛剛我們所謂 我們 依我們的方式來講 他們說你們剛剛村長林長一樣 都在這裡在損 我們就說對啊 我們才會就是介意 像這樣子有客人的話語 他說對 它就是我們這邊的村長 村長你在幹嘛呢 你吃的滿嘴都是耶 村長是驚人工繁殖 取得正書的保育類入歸 業者才家養了二十多年 沒想到應進駐後 帶來蓬村師弟放養 竟意外爆紅 大小朋友都愛找他 甚至特別來找他拍照打卡 遊客回樓率也因他高得驚人 很多粉絲啊 很多小朋友也特地會專程跑來找他 你不要說小朋友啊 連大人都是 有的要拍完美照 一定要來 一進來就 小姐你們村長在哪裡 這是我們的村長 還有我們的村民 村長爆紅後 業者除了特別在遊城裡加入項規導覽 希望到訪遊客懂得尊重了解 並保護保育類生物 近期也陸續開發 許多周邊文創商品 為大棚灣祕境 棚村師弟 增添更多旅遊魅力 記者不一聽張志豪 採訪報導